你好,突發揭露,大家好 這部影片播出是6月9日,大家好 中國較早前宣佈即將會興建中吉烏鐵路 大約兩天之前,但我沒有機會說 這條鐵路是十分重要的 是在影響一帶一路的運作 也會使得中國如果在鐵路進入烏茲別塔的話 就會駁倒進伊朗 其實現在都駁倒,不過只是繞大圈 或者運輸量不夠 但是這條鐵路有什麼重要性,稍後再說 除了這件事之外,也想說一下 港大的校委會主任黃佩斯 在他那邊陣營出了一些文章 攻擊張祥 整件事變成了一個很醜樣的內鬥 待會想說說 其實這件事,我覺得李家超應該的行動應該要快些 未來一兩天 我想端午節之後應該要解決的 另外,有一件事就是 有一個人物叫汪敦敬寫了一篇文章 我公開在我自己的Facebook上罵他 我覺得這篇文章多不恰當 有些網友就罵我 為何要攻擊自己人 我真的不明白 為何汪敦敬這個地產界人士 會成為我的自己人 待會給我一個空間說一下 好,那我們先入政題議 請大家訂閱 何志剛有仇必記的頻道 分享、留言、讚好和按鈴鐺 請你們每天的12點或晚上 看看有什麼篇文章 首先我們不如讀一下汪敦敬篇文章 假設我是一個30歲的年輕人 本來每月都要交租 以有能力交租這個條件來用作供樓 於是就儲蓄三年後便儲到首期 縱使買樓之後 樓價隨即跌兩成 但其實並不會因為這樣而失去 持有十年後財富增值的機會 筆者讚寫者偏文的作用 事實想強調一件事 就是高價買入面對困難並不是想盡中大 我一向都叫汪敦敬做汪汪狗 幾年前 華記就說 我罵汪敦敬是汪汪狗 華記就搞了很多東西動我 甚至說我仍然是黃絲 19年認識我的時候 捧我為一個典範 就由黃絲轉做正常 接著他 認為我 批評地產界 批評得厲害的時候 他就反過來說我以前是黃絲 這些他一向是雙重標準 或者邏輯混亂一向都是 地產界人士永遠寫文章為了錢 為了利益 他說三年存到首期 我都不明白一個打工仔怎樣 打工三年去存到首期 就是說他說這件事有點離地 但是又或者不離地 就是說如果你買呼吸盤 就是說較早之前 地產商提供一些呼吸盤 就是說你買納米樓 跟著那一層樓就二百多呎 但是呢 呎價要三四萬那種呢 那麼地產商會提供呢 不知道二案還是三案 可能你只是給5%樓價 或者少於10%樓價 總之他會有方法的了 那麼呢 那5%樓價呢 可能是三年就可以存到的 但是呢 地產商 地產商 容許你給5%的樓價 去買一層全新的樓 那麼地產商一定控制尺價 就mark到很高的 啊 就算現在呢 很多新樓開呢 是跌穿兩萬元一呎呢 如果你還想 經地產商買呼吸盤的話呢 那我相信呢 就真是會 那個赤價就已經是輸的了 就是你蝕出去就蝕了 那 溫敦勁去說這件事 那就是 他叫一些很沒有能力的年輕人 鑑操入市 那你買了一個呼吸盤 買了一個納米樓 沒有所謂而已 那但是 未來的樓市 會不會還有納米樓呢 就是會不會政府的政策 現在最低都說280呎一層樓 你不准再細了 那現在你以前那些納米樓 就小到很屈質的啦 200呎一層都敢死 是不是 汪敦勁叫人買了這些納米樓 不是很壞的 跌完兩成之後 十年後會升回來的 那如果買了納米樓 十年後會不會升呢 還是十年後會繼續跌呢 因為可能第二時 明日大雨啊 北部都會區起了很多樓之後 可能住公屋 那間屋都可能是 都有二百多尺啦 你買居屋可能都不止二百多 不止三百尺啦 因為呢 中央說嘛 要解決新層錢問題 就建層樓大一點給香港人住嘛 改善生活質素嘛 沒理由住得這麼慘 這麼屈質的嘛 那汪敦勁 這樣叫人買納米樓 他說十年後會升 是不是叫做滑餅充機呀 是不是詐騙呀 哦 我聽到呢 有些人 就給了5%首期之後呢 就因為是樓花 然後放兩年後才供樓 誰知道呢 現在呢 在一個這樣的高息環境之後呢 開始呢 上會有困難 就是說呢 可能二案 三案 地產商提供 但是一案呢 銀行不想提供 開始就找很多方法去推客人 你留意財經歷路 我們有說的 就是說呢 其實呢 你十年後 財富增值的機會 他趕到十年後 樓價一定升 那看看你買什麼樓的 如果可以用三年 存到首期的樓 我不相信 十年後那個樓市會升值 但是如果你說 哎呀 你父母給了一塊大錢 你 在今年 買一個 買你父母 幫你給首期 或者借錢給你買首期 他一磅就500萬 這樣 然後你一買的是 買一個剛剛一千萬的樓 這樣 這樣就供五百萬左右 有些人是這樣的嘛 家裡老爸老母很有錢的嘛 那他 他說買了 但是我不排除 現在是繼續跌的 我不排除明年繼續跌的 不過就是那些家庭呢 買一層樓試正一點 之後一層樓又生 十年後有機會升 我又不敢說 沒有可能 但是如果你說三年 就可以存到首期買到的樓 呢 多數能是樓 那接著呢 我罵汪敦敬 說他騙人買樓 是吧 就是來來去去 他真的想贊勇而已 或者騙了人買樓 他希望滑餅衝擊 騙那些人 先不要躁動 是不是 很多人相信他 買了樓 現在糟糕的嘛 那麼他寫一篇 去騙人 接著有些網友呢 就撲過來 說我罵自己人 說我卑劣 我什麼時候和汪敦記是自己人啊 他不搞港獨 我不搞港獨 我不搞港獨 我和他就是自己人 現在那些黃絲都不搞港獨啦 還敢搞嗎 那麼全香港都是自己人 鄧麗欣就說自己愛國了 鄧麗欣是不是我自己人呢 神經病 我看見這些網友這樣 無端端欺騙 無端端就說 汪敦記是你自己人 你罵自己人 你不對 這樣 無端端 因為汪敦記成為了我的自己人 我就是有道德責任 不能罵他 我什麼時候和他是自己人啊 是不是瘋了一瘋啊 就算了 那些地產網軍我不小心在Facebook都會再加一兩個 有時候塞機無神彈出來 罵我,那我就迫他了 就這樣 我又免得開他的名字 動他 免得說我意大欺小 我們專話題 這個港大那邊出事了 黃佩斯在6月9日的新聞裡面 總之他的陣營出了很多文章 就說張祥沒有出席什麼會議 沒有交代他出行 公務出行裡面詳細的路程 各樣的事情 我會覺得 港大校長 這個校長 始終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有法定的位置 這是一個事實來的 因為港大也有自己的條例 校委會主席其實是可以被解聘的 那我覺得呢 這個港大校長 一向都是這個位置 就位高尊重的啦 但是這個人 在黑暴期間 有什麼表現呢 我覺得張祥基本上 他沒有偏彈黑暴 好像段崇智一樣 我只是看他的往績 的確 港大的學術地位 升到全球排名第17 那你說張祥有沒有領導有沒有方呢 我相信有方啦 那另一邊 你說張祥今次也有不少的校友去支撐 那但是有沒有校友出聲去支持王佩斯呢 就是王佩斯找一些 很微細的東西去質疑 張祥什麼張祥什麼 那你 那些的東西 可能是行政上 有一些細微的東西 啊 未必做得這麼完美 但是也都不足以下 你拿一些這麼細的東西出來 去動張祥喔 我覺得 那就是我覺得呢 明天是端午節假期啦 我希望星期二回來呢 香港政府真的是 李家超當局呢 盡快處理港大的問題 就是現在你王佩斯和張祥 隔空罵戰成何體統呢 那張祥會覺得他被王佩斯隔空 因為王佩斯 無端端折幾個副校長任命啦 接著現在王佩斯又說否認啦 沒有繞過校長啦 那張祥說他沒有被 諮詢就有幾個人上去嘛 那又是口紅被辭啦 他說他沒有做 那那幾個校長的任命怎麼來呢 副校長的任命 那就是我不管這麼多了 我覺得呢 在王佩斯和張祥呢 看來是不可共存 就是說我覺得香港政府 最簡單的一件事就是 你問張祥 香港政府呢 我想呢 要炒校長應該是很困難的事 但是你要動呢 王佩斯呢 我相信容易得多 那我覺得呢 盡快處理了這個問題去 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那我們轉話題說 這個中級烏鐵路啦 那中級烏鐵路呢 其實呢 我想呢 都幾重要的哈 因為呢 因為呢 在呢 中國呢 不是沒有鐵路進入伊朗的 有的 那呢 就會經烏魯木齊隔離的霍爾果斯呢 就走進去呢 這個 哈薩克 然後呢 這個是霍爾果斯啦 霍爾果斯就很 在烏魯木齊的西面啊 你看到有條路啦 這個位置就是霍爾果斯啦 那呢 霍爾果斯進入去呢 哈薩克之後呢 就會轉軌的 因為呢 中亞的國家裡面呢 他們呢 用的軌距呢 跟中國不同的 哈 鐵路來講呢 中國是用1435啦 俄羅斯那邊呢 就用寬過1435的 叫寬軌來的 哈 整個蘇聯時代都用寬軌的了 所以呢 在霍爾果斯呢 就要換軌的 一換軌 那接著呢 就因為呢 哈薩克呢 就一大堆沙漠啦 就要兜大圈 啊 可能走進去呢 哈薩克的首都啦 阿斯立 答立呢 跟著兜路之後呢 進回土庫曼 再進去伊朗 現在是有鐵路直進伊朗的 有 不過呢 我想呢 那個鐵路的那個運輸量啦 又或者呢 那個路程又兜遠了啦 是滿足不了的需求 那如果呢 中吉乎鐵路呢 由哈薩 開始 兜過去吉爾吉斯 進入去烏茲別克的首都之後呢 那呢 可能就再重整一大堆的 鐵路網之後呢 由 烏茲別克的首都啊 踏十江呢 就會再直入伊朗的話呢 當然好很多啦 那現在呢 也都有一些說法的 就是說呢 這條中吉乎鐵路呢 因為新興建的啦 那當然就會 中國興建的 用回中國的軌距啦 就是1435的標準軌啦 跟著 你 就是中國的影響力 直入烏茲別克的首都之餘呢 有些的說法就是說 喂 其實呢 可以由烏茲別克呢 直入去土庫曼 那跟著呢 就 可以呢 跳過旅海呢 進入去巴褲 就不經土耳其呢 經呢 這個格魯吉亞呢 就可以呢 運雪 在那裡呢 用海 海樂 即是怎樣 海運啊 由格魯吉亞呢 就可以入歐洲 那這件事情呢 當然呢 就對土耳其有威脅的 土耳其就 的外長呢 見到 哇你起到中吉乎鐵路呢 土耳其呢 馬上去中國 拜碼頭 啊 某個程度上呢 土耳其呢 就更加 就會傾向中俄 而不是呢 就在中西 在東西方之間 玩搖搖板 那 中吉乎鐵路呢 其實是很重要的一個鐵路 那當中裡面呢 呃 我講不完這麼多的功效啦 哈 但是這個呢 就在代表著呢 中國的力量 會進入了中亞之後呢 更加會加深呢 跟伊朗 或者整個中東阿拉伯世界的聯繫 啊 如果呢 將來呢 以色列那邊呢 搞定了之後呢 因為搞多幾年 以色列都不知道會不會亡國啦 到時呢 你可以說一句呢 經伊朗 起鐵路 入到埃及 或者進入非洲呢 都不是沒有可能 啊 這個是代表著呢 整個東半球的大聯合的其中的一步 一個挺關鍵的步驟來的啊 就是這個歐亞大陸 的聯通啊 啊 中國可以經這個中吉烏鐵路 啊 起大的運輸量啦 增加影響力啦 進入中東啦 啊 影響土耳其啦 進入歐洲之餘呢 甚至將來可以呢 鐵路直入呢 非洲 那當然呢 就是說呢 令到中國呢 可以避開呢 馬六甲 的封鎖啊 如果在馬六甲裡面 有堆美軍在那裡守住啊 新加坡也都有 張宜的軍事基地 是租借給美軍用啦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其實呢 這些海運呢 很多時候呢 都 有被挑戰的啊 啊 現在中國的海軍都厲害的啊 但是你說 喂 你講真可句 馬六甲啊 找幾艘船在那裡炒了啊 這樣就塞住了 就很麻煩的了 啊 如果呢 在一些重要時刻呢 中國可以經陸運呢 進入去伊朗啊 或者進入去 非洲啊 歐洲呢 始終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手段 來的 而且呢 你說建好了中吉烏鐵路之後呢 避開了達吉克一座山 那大堆山呢 就可以呢 可以在一些比較平淡的地勢的情況之下呢 就可以兜入去阿富汗 甚至回到巴基斯坦啊 其實現在中國呢 要建鐵路進去巴基斯坦呢 其實始終都還沒有建的 就是因為呢 中國和巴基斯坦摺讓的山比較高 如果 中國經中吉烏鐵路之後 兜路 兜避開山 進阿富汗再進回瓜達爾港呢 這個是一個比較理想的鐵路安排來的 講完呢 這個鐵路的效益啦 但是為什麼中間裡面拖這麼多年呢 第一就是我最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俄羅斯呢 一直在中亞裡面呢 有一個很大的影響力 這些中亞的國家呢 正如俄羅斯做大佬呢 就不敢不聽俄羅斯話 那麼呢 中歐鐵路呢 其實呢 就是經俄羅斯進入歐洲的 沒有打俄羅斯戰爭之前呢 這條鐵路呢 都可以進到德國的 但是現在呢 打了俄羅斯戰爭之後呢 中歐鐵路呢 其實就沒有什麼保障的 還可以走一下的 不過呢 其實就 隨著俄羅斯戰爭越來越激烈的話呢 中歐鐵路呢 應該呢 將會呢 都未必再運作到 所以呢 就變成了 中吉烏鐵路的重要性就上了來 但是 俄羅斯就是第一件事 就是想 以前還沒打仗 我當然不讓你建中吉烏鐵路啦 難道讓你經中吉烏鐵路 去搶我生意嗎 那你繞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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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繞去歐洲 就不走俄羅斯的路線 但是呢 打了俄羅斯戰爭之後呢 2022年呢 俄羅斯就開始鬆口 就說肯起這條鐵路 在2023年之後呢 其實呢 已經呢 是打 就是怎樣說 巴赫莫特呢 輸了 那接著呢 關於瓦格納集團呢 中間六月是有叛變 但是呢 普京也是最後呢 很順利解決了啦 你都知道了 瓦格納集團的老闆都最後死了啦 什麼都好 那所以在 2023年的時候呢 那個軍事形勢呢 普京會認為呢 中間烏鐵路呢 可以不起呢 就可以看到拖 那 去到今年2024年的時候呢 我不知道呢 中國做了什麼啦 可能中間裡面 大家很多利益裡面都在爭論啦 說 喂 俄羅斯想問中國 拿多些無人機 中國就說 哎呦 我 我未必給到這麼多利了 是不是 那你 人家就說 我那些無人機 去到你那裡 被你改了做 拿來打仗嘛 是不是 我支持你的話 很多人罵我的 那 中國可能呢 炸你俄羅斯營啊 各樣東西 而也都俄羅斯戰爭去到一個比較緊張的情況之下呢 普京呢 終於忍痛呢 就放 吉爾加斯和烏子別克呢 跟中國簽約 起中吉烏鐵路 其實這個影響呢是很大的 那普京當然是不想放手啦 因為中國 一起了這條鐵路進去中吉烏呢 是代表呢 整個中亞呢 都設計倒向中國的 因為中亞裡面呢 這些國家呢 譬如說 吉爾加斯啦 烏子別克啦 哈薩克啦 其實那些人種呢 是偏近蒙古人的 也都是 怎樣說 外表是比較像中國人 不是歐裔白人來的 不是完全沒有歐裔白人的樣子 但是主流是亞洲樣子來的 就是這些是 其實呢 哈薩克啊 烏子別克啊 吉爾加斯呢 都是這些蒙古族的後裔來的 反過來呢 土庫曼呢 就跟土耳其近一點 你說大特缺應該要包起來呢 這個烏子別克 吉爾加斯 哈薩克呢 我就不是這樣認同的 他們血統上呢 跟蒙古近一點的 但是什麼都好啦 那這次呢 中國的力量呢 推到到中亞呢 這個可以說呢 就是應該是 俄羅斯的對中亞影響力 就會真的可以說 就要衰退的 啊 那就沒得避的了 啊 好 講到這裡先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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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